人妻威武 陶晶莹鞭策老公当最佳男主角 在今年台湾金钟奖上 陶晶莹和老公李李仁是双双入围 可惜的是最终只有老公李李仁收获了最佳男配角 陶子两个奖项都没有顺利夺下 二阿卫妻子李李仁在庆功宴上就甜蜜表示 在我心中老婆就是最好的主持人 面对老公这样的赞美 陶子却反倒谦虚了起来 其实我觉得主持这一项每一年都是龙真虎斗 我觉得今年没有德没有关系 就每一年都能入围 然后运气好之后让我得个奖 我觉得这样就很开心 然后当然我比较严厉的是对我老公 就拿鞭子抽她 下一步 好好演 拿个男主角回来 看来每个成功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折磨她的女人 李李仁这可是你的福气哦 小夏天 中文靠报道